大家好,你知道怎么样用最简单的方法自建电报代理吗? 如果你是一位翻墙用户,那你应该会用到Telegram软件,或者叫TG电报飞机软件 但大家都知道使用电报软件要科学上网才能使用 很多人甚至不想手机或者电脑整天开着翻墙软件来使用电报软件 手机浪费电不说还麻烦 那我今天分享给大家一个最简单一键安装TG代理的教程 非常的简单,看完这个视频保证你能电报代理搭建成功 教程开始前,介绍给大家一个可以免费使用一年的VPN 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电报群获取 电报群里也分享长期免费的科学上网节点 请各位兄弟姐妹们点点免费赞免费订阅支持小问一下 麻烦谢谢大家 首先你需要准备一个VPS服务器 如果你有的话,那就跳过 没有的话你可以来这个网站购买 来到这里以后,我们可以选择活动专区 我们可以买一个便宜点的 但你最好是买香港VPS啊 因为香港的相对来说,速度要快很多 也不用买太贵的,没必要 找那种网速快的,价格便宜的就行 像这种14块2核心 2G内存 8M宽带流量 不线流量 40G硬盘 这种配置足够我们使用了 那我们点击购买 这个是香港的 别买错了啊 点击加入购物车 然后在购物车这里 选择付款就行 如果你有优惠码 那你填入你的优惠码 没有的话你可以填这个 好,然后再点击立即结账就OK了 我已经购买过了 我就跳过了 然后回到用户中心这里 你买了以后 资源列表这里就会出来 VPS服务器信息 好,我们点击进来 这就是你购买的VPS服务器信息 我们需要用到的是它的一个IP地址 还有一个用户名 还有一个密码 就这三样 操作系统最好安装的是DBi 11.1的 更加稳定点 如果不是这种系统 你可以点击这里 重装系统 选择相应的重装就行 我已备份了 我已备份了 点击确定 已经开始重装 这里在转圈就代表在进行中 但它显示这个开机状态 那就代表已经重装成功了 然后再下载这个FinalShare软件 这是网络服务器管理软件 网站和软件下载地址 我都会放在简介页面和评论区 你们去获取下载就行 好,简压它以后就是这个文件夹 这个就是执行文件 好,打开它 跳出来这些点关闭就行 点击左上角文件夹 再点第一个加号 SSH连接 到这一步 名称我们可以随便写 第二步 主机 主机就是这个IP地址 点击复制它 粘贴进来 端口默认22 已经和VPS服务器的一样 就这个22的端口 用户名 就是这个 ROOT 复制到FinalShare软件 密码 密码就这个 好,复制它 粘贴进来 点击确定 这个时候我们对着它右键 选择连接 你看 你看这里已经提示连接成功 就代表没有问题 然后再复制我给你的两条代码 第一条代码是先建一个目录 就这行代码 复制它 复制它 回到FinalShare 鼠标右键粘贴进来 确定 好,目录已经建好 然后再复制第二条命令 然后再复制第二条命令 开始安装 复制它 回到FinalShare 粘贴进来 确定 好,现在开始安装了 接下来的操作 如果没有特别的需求 就选择默认就行 端口默认 确定 管理端口默认 输入一个伪装域名 有的话就输入 没有的话就用默认的域名 确定 这里你要推广的话就操作一下 没有的话就留空 确定 正在安装中 到这一步 TG代理就已经完成了 怎么使用呢 很简单 好 复制第一个 复制 打开我们的电报软件 直接将链接发给别人 别人就能使用了 自己用的话 三条横杠这里 打开我的收藏 把刚才这个电报代理链接 发送到收藏这里 然后再点开它 点击启用就行 右下角可以查看使用的 TG代理 这个就是刚才创建的 TG代理 手机使用方法也一样 这TG代理只是在电报软件里使用 有了这个TG代理 你不需要使用其他翻墙软件 就能使用Telegram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如果你们不想自己创建的那么麻烦 那你也可以进我的电报群里 长期免费分享我自建的TG代理 无常给大家使用 你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使用 群里还分享免费节点和安卓绿色软件 好了 这期视频非常的简单 感谢大家的观看 有需要的朋友去使用试试 视频内容放在了简介页面和评论区获取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 感谢大家